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首先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澳洲进行访问 并且参观了阿德莱德的动物园 了解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的进展 明天 他将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进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这次会晤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李强还透露 动物园内的大熊猫王王和福尼将按照协议返回中国 而中国则会提供另一对年轻活泼的大熊猫 给动物园续写中澳友谊的新篇章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广州的假货问题 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商场和民居中充斥着大量的假冒奢侈品 这些假货商户甚至能够通过伪造快递信息 将假货伪装成海外代购的正品 让人难辨真假 这些假货不仅在价格上有巨大的差异 甚至还能提供完整的包装和票据 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最后 我们来关注南韩的医学院扩招政策引发的争议 南韩总理韩德珠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会议时表示 医生集体听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政府难以接受撤回医学院扩招政策的要求 韩德珠强调 政府将依法保护国民的生命权 同时也会保障医生的职业自由 但无法给予无限的自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 在澳洲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由阿德莱德转抵首都坎培拉 准备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在阿德莱德期间 李强参观了动物园 并考察了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工作 还到访了一个酒庄 李强表示 阿德莱德动物园内的大熊猫王王和福尼将按照双方协议 今年返回中国 中国将提供另一对同样漂亮 活泼可爱 年轻的大熊猫给动物园 中方愿意与澳方延续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 希望澳洲一直是大熊猫的友好家园 东方日报 广东省广州火车站附近多个商场和民居 充斥着售卖伪帽奢侈品的商铺 这些假货商户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手段 将假货摇身一变成为海外代购正货 例如 南方国际钟表层内的商户会指引顾客在另一家包装店购买完整包装 假票具及礼品包 令假货看起来像正品 商户们非常警惕 看到疑似政府人员或记者不会让他们进入 假货的定价并不统一 即使是同一货源 价格差距也很大 部分快递商有多年伪造快递讯息经验 通过快递异地上线把实际发货地从广州改为日本 南韩等地 使假货看起来像是海外专柜正品 上海二手奢侈品店负责人刘毅和律师蒋政委都指出 这种代购行为实际上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 是刑事犯罪行为 消费者可以通过民事方式维权 东方日报 南韩总理韩德珠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主持召开 应对医生集体行动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时表示 医生集体停诊不仅给全体社会带来伤痛 还会破坏医患数十年来积累的信赖 因此政府难以接受废除医学院扩招政策的主张 尽管患者们呼吁不要停诊 但医界仍未撤回集体有关计划 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韩德珠强调 宪法和法律是包括医界 政府在内的所有人必须时刻遵守的大原则 而不能时而遵守 时而不遵守 政府欢迎一切形式的对话 并已做好准备 并恳请医界撤回集体停诊计划 进入医疗改革的框架 成为政府医改的智囊 对于一些医疗团体宣布不参与集体停诊行动 韩德珠表示感谢 称国民和患者将怀着由衷的尊敬之情长久铭记 明报报道 香港本周一的天气预报显示 市区气温最高可达32摄氏度 部分时间有阳光 新界北部下午录得约5毫米雨量 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将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明早最低气温约28摄氏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依然多变 部分时间有阳光 但仍有几阵骤雨 周二日间将会酷热 天文台上590时分 录得气温29摄氏度 相对氏度88% 雷暴警告生效 活跃的西南季后风 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 带来骤雨及雷暴 早上观塘 江峻澳及港岛东部 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 新岛日报报道 广西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管执法局日前遭到撤销 引发网民热议和庆祝 北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公告显示 是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各项行政执法职责 将划归相关主管部门承担 不再保留该局 北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于2019年 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行政执法职责 网民对此次撤销表示支持 认为是拨乱反正 但也有网民提醒 城管职能并未消失 只是分散到各个分管机构 另据海外社交平台视频 广东洋江市城管 因编制问题拉横幅抗议 网民怀疑 这可能是地方财政不佳导致的人员精简 德国之声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在加沙部分地区进行战术性停火 以增加人道援助物资的进入 此决定遭到以色列右翼极端政治势力的抨击 认为此举威胁到以色列的战果 持续八个月的加沙战争 导致当地平民陷入人道主义灾难 援助机构指出 严重缺乏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 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书警告 加沙南部地区民众 很快也将陷入灾难性的饥荒 以军宣布的停火区域 不包括加沙南部大城市拉法 而哈马斯方面则宣布 在拉法市袭击了一辆运兵车 造成多名以色列士兵伤亡 香港电台报道 俄罗斯南部罗斯托付一个拘留中心 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挟持事件 两名狱警被囚犯挟持 监狱部门迅速展开行动 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 采取了果断措施 成功击毙了挟持者 就出了人质 且人质没有受伤 据现场目击者称 现场传出密集的枪声 令人心惊胆战 安全部门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挟持者共有六人 他们自称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他们破坏了肩防窗户的铁栏 闯入警卫室 并挟持了至少两名狱警 整个事件充满了紧张和危机 但最终在特种部队的应用行动下 得以平息 德国之声报道 台湾陆军官校在周日 6月16日举行了黄埔百年校庆活动 总统赖清德在阅兵后 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他强调 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 和对台海现状的破坏 台湾必须勇敢承担起 守护台湾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责大任 赖清德坚定地表示 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绝不能接受守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他呼吁陆军官校的学生 要将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 扛在肩上 据报道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 活动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举行 赖清德的讲话引起了广泛关注 北京视他为危险的分裂分子 并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 乔报报道 14日下午 俄勒冈州奥克兰市的奥克斯游乐园 发生了一起惊险的机械故障事件 一个名为空中恐惧 ATMS FEAR 的游乐设施 在摆至最高点时突然卡住 28名乘客头朝下 被困在半空中约25分钟 游乐园工作人员和紧急救援人员 通过手动操作将摆锤降低 成功救出了被困乘客 据称无人受伤 这一幕发生在游乐园本季营业的第一天 许多中学生在园内庆祝毕业 事发时 游客被困在座位上 双脚朝天 场面异常惊险 波特兰消防救援机构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消防员与工程师合作 手动降低了游乐设施的高度 所有被困游客获救后 接受了医疗评估 没有人员受伤 游乐园在事件发生后已关闭 机械故障的原因尚待调查 乔报 台路军官校在15日 迎来了黄浦剑校100周年校庆活动 这一天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 显得格外隆重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亲自南下高雄 主持这次盛大的庆典 并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教育地面部队 场面庄严肃穆 赖清德在致辞时 再次重申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 强调 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浦精神就在哪里 他认为 真正的陆官 应该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台澎金马安全扶植而战的精神 绝不能接受投降主义 这一言论 引发了广泛关注与争议 媒体回顾指出 赖清德早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 就曾抛出互不隶属的论调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他随后在受访时声称 此立场并无挑衅之意 并以马英九也曾表达类似立场为例 然而 马英九方面 反驳称赖清德是在玩文字游戏 并强调 两岸互不隶属的背景不同 大陆学者则认为 赖清德的言论再次错失了 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机会 这无疑为两岸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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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